吊在路上 來路不明的紅包 真的不要隨便亂撿 台中有名婦人 在路上撿到一個紅包袋 上面寫著 嫁吼昂 三個字 他好擔心喔 是不是習俗上的 所謂的是冥婚紅包呢 他自己不敢開 所以趕快送到警察局處理 那麼警方依據的 紅包袋上有數名聯繫 找到失祖了 才發現這個 其實要祝福親戚結婚用的紅包 只是不小心吊在路上 聽到是要活人 要使用的 也才讓撿到民眾比較安心 民間流傳路上 如果看到紅包袋 千萬別太開心 急著想見 因為這紅包袋 很有可能是冥婚用途 五十七歲 連姓婦人手上握著紅包 有點遲疑的走進派出所 交給員警處理 寫著嫁吼昂的紅包袋 就是連小姐在路邊撿到的 這上面幾個字 讓她好害怕 天人交戰 最後還是拼了 撿起來交給派出所 希望能夠還給失祖 警方調閱監視器 看見一名黃姓女子騎車 經過台莊豐原仁州街 口袋調出一捆五千元的鈔票 還好不久後 警車巡邏發現路上有錢 立刻停車撿回派出所 就當員警調閱監視器 要通知失祖領回時 黃姓失祖就急急忙忙 來到派出所報案 看起來非常匆忙緊張 還說吊的還有兩千六百元 是要包給親戚女兒的結婚祝賀紅包 給紅紅包真相大白 記者高於電空機 台中報導